超级富豪李嘉诚 自从退休后减少了应酬活动 非必要不会抛头露面 把庞大的家业交给了大儿子李泽聚打理 自己则身居大豪宅里修身养性 只不过李泽聚是出了名的遵从负命 虽说他目前是掌舵者 但遇到很多事情时 还是需要向自己的老父亲求教 看李泽聚一袭的白发和憔悴 就足以看出这个继承人不好当啊 身上的担子可谓千斤重 反倒弟弟李泽凯活得逍遥自在 不仅拥有自己的商业江山 而且感情生活亦多姿多彩 和李泽聚比起来 李泽凯看起来要年轻至少十多岁 纵观香港多家豪门的后代中 李泽聚和李泽凯无疑属于佼佼者 当然了能把儿子们培养的这般优秀 自然是离不开老父亲李嘉诚的敦敦教会了 现年96岁的李嘉诚 虽说已退居幕后 完全可以放手工作移养天年 但他却还是摆出了一副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状态 这一点足时令人敬佩 无论在家里 还是外出 李嘉诚在着装方面都十分讲究 一定会是衬衫搭配西装 随时准备工作 这是他一辈子养成的一个习惯 不过 毕竟是96岁高龄了 稍有一些小感小貌 都很容易让身体承受不了 所以 近些年来 李嘉诚能不外出走动 尽量不出 毕竟 赚钱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 目前最重要的 便是让自己身体康健 近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李嘉诚的最新照片 并复文称 道法自然 李董近几晚失眠 一时间引发网友们热议 像这个高龄的年纪 睡眠确实非常重要 如果一次失眠 恐怕很容易 让自己的状态持续下降 所以 96岁李嘉诚 选择来到慈山寺诵经 为自己祈福 也在情礼之中 毕竟 有钱人自然把健康看得极重 只见李嘉诚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听着旁边的人帮其诵经 寻找内心的一丝宁静 不过 此次李嘉诚现身慈山寺 两个儿子并没有陪同 就连昔日形影不离的 红颜之己周凯璇 也没有陪伴左右 只有保镖和助理 多少给人一种 凄凉之感 对于信佛 李嘉诚一直十分虔诚 据悉 这座慈山寺 也是李嘉诚 花了15个亿投资建设的 位于中国香港新界 大浦厅角 及船湾附近的洞子 占地4.7公顶 建筑楼面面积 接近5000平方米 最多可以容纳于2000名善信 在家门口 造一座如此规模巨大的寺庙 恐怕也只有李嘉诚能够做到了 如今 李嘉诚心中有 困惑 前来慈山寺诵经祈福 自然也是十分方便 不得不说 昔日的亚洲首富 做事永远那般有远见 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 风光无限这么多年 印象中 他20多岁就开始发财了 到今年96岁了 还是有钱人 年轻时 李嘉诚特别注重锻炼保养 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 然后去打高尔夫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衰老厉害 上次看他出来 腰都已经弯成功了 身体状况不太好 他并没有停止工作 一直坚持的理念 是活到老工作到老 这点很让人佩服 不过最近的李嘉诚 身体状况似乎越来越不好了 他被拍到现身寺庙诵经 原因是夜夜失眠 一般情况下 到了老人的年龄 别说96了 就是五六十岁 都有可能经常失眠 失眠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会让人感到很疲惫 一天到晚没精神 李嘉诚已经96岁了 马上是百岁老人 属于高瘦了 出现失眠状况很正常 他毕竟是有钱人 还是很注重自己的生命质量 哪怕是活到最后一天 都要舒舒服服 于是他建立调养 跑到了慈山寺去送经 他所在的寺庙 正是他自己投资十几亿件的慈山寺 在中国香港 宋经时李嘉诚不是一个人 而是有人陪着 是寺庙的工作人员 这几位背对着镜头 有曾去过慈山寺的人认出了他们 似曾相识 因此寺庙被认为是李嘉诚投资的慈山寺 地点在中国香港 李嘉诚年龄大了 不可能不远万里 跑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安徽九华山 他会选择就近的寺庙 这样方便修佛 要不然跑太远了 身体吃不消 只见李嘉诚一个人 在一张椅子上坐着 这张椅子显得很硬 他孤零零的 从侧面看是一名垂垂暮年的老人 他的身板好小 明显比之前瘦了 就像生病了一样 寺庙的工作人员 站在李嘉诚周围 很安静耐心地陪着他送经 李嘉诚打起精神 让自己尽量保持好的状态 那样才能调节过来 否则以后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因为他马上就一百岁了 人生不过三万天 也就是一百岁 自然规律 谁到了这个年龄 都有可能随时离世 李嘉诚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 努力调节状态 尽量延长生命 原来有钱人这么细命 而且越有钱的人 越喜欢去寺庙 寻求内心的平静 慈善寺的风景很好 当初李嘉诚修建他时 正是为了方便自己诵经 现在看来 他的选择非常明智 要不然 他得不远万里 跑到别的地方 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就麻烦了 这次来慈善寺 发现今年96岁的李嘉诚 精气神确实不如从前了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像老年痴呆了一样 其实他智商正常 只是老了 并没有痴呆 不过他的状态令人堪忧 本来年龄大了 就应该多休息 然而他夜夜失眠 好像有心事 长期下去 对身体的折磨是非常大的 有钱人也会失眠 也害怕衰老 害怕死亡 而李嘉诚持续失眠 身体越来越瘦小 虽然早已看淡生死 但内心还是很崩溃 否则不会来寺庙 一提起李嘉诚 人们总是想到那个雷厉风行的商业巨人 而这几年他退居幕后 为大儿子李泽聚出谋划策 自己则专注于慈善和修身 去年他带着李泽聚和小儿子李泽楷一起到慈善寺烧香拜佛 那时的李嘉诚虽然已显老太 但还能自己走路 气势如虹 大佬风范尽险 如今 李嘉诚更多时间是在轮椅上度过了 偶尔坐着椅子 由助理和保镖推着行动 昔日那个剑步如飞的 超人 已乘过去 网友们对李嘉诚频繁诵经的原因 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 他年事已高 可能是对人生终点的思考和不安 毕竟96岁的年纪 怕是再怎么顽强的人 也难以无视岁月的提醒 也有人觉得 或许是近期经济环境不佳 让李嘉诚这个商界传奇人物心生不安 近年香港房市动荡 而李嘉诚作为地产大亨 已抛售了大量物业 此时此刻 他的心情可能复杂难言 当然 也有不少人将他的《平凡诵经》 解读为一种 先见之明 有网友调侃 或许李嘉诚看到了未来 心有所感 于是借诵经求得内心的平静 毕竟 这样的年纪 就算你是 你超人 也无法逆天改命 钱再多 也买不来长生不老药 富豪也终究是人 也会有凡人的忧虑 甚至对死亡的惧怕 此山寺并非普通人 能轻易到访的地方 每天仅四百个名额 常常供不应求 据说 不少明星也会前来祈福 有人甚至认为 李嘉诚是在为自己建 长生为 希望庇佑后代 李嘉诚一直以来 对风水非常讲究 这座面朝大海 背靠青山的寺庙 就是他心目中的风水宝地 他希望这里 能成为家族的护佑之地 在他的晚年生活中 此山寺成了一个精神的归宿 他时常会带家人前来参拜 尽管他的家族 相比其他豪门人兵并不兴旺 但家人间关系和谐 颇为难得 长子李泽俊 一直在父亲的庇护下成长 接班后 尽力履行着父亲的指引 谨小甚微 不敢偏离父亲设下的轨道 次子李泽凯 则带着三个孩子 常年在海外生活 但也会带孩子们回港探望年迈的李嘉诚 可以说 尽管年事已高 但李嘉诚晚年 依旧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而孙绕熙 令人艳羡 李嘉诚 一生风光无限 也难免被人争议 有人认为 他将房价推得过高 导致许多年轻人难以负担 但也有不少人钦佩他对慈善事业的投入 特别是在家乡潮汕地区 他投入巨资建设医院 学校 为教育和医疗事业贡献了力量 有人说 这份热心源于他的家庭背景 李嘉诚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教师 他年轻时的理想 也是成为一位老师 尽管最终没有走上教育之路 但他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世人 李嘉诚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律 尽管如今年迈 生活规律却不曾改变 他每天依旧早起 坚持锻炼 退休后几次被拍到打高尔夫 在阳台锻炼的照片 年轻时的他 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 精神奕奕 商场上的 李超人 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 让无数人钦佩 如今 他在寺庙里送经 或许是为了寻求一种内心的安宁 或为生命即将落幕的前路 做最后的安排 尽管他一生波澜壮阔 也终将面对凡人的生老病死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智慧与成就 注定让他成为一代传奇 而在他身后 不论是巨大的商业版图 还是他倾注心血建成的慈善寺 都会是他的印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